内部的一个路径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共用的目的了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参考 如果说你今天不一定是SS 如果你是SQL Server的话 请各位参考这个SS SQL Server哪一个版本 这边都有 Oracle也有 其实基本上呢 他的那个training的部分的话 就是这一行 server一定 他是一个server的名称 然后他的database 他的user 因为他是一个server 所以需要个userid跟password 所以这一串呢 你就把它取代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连接的到 主要的改那一串 其他基本上都不用改 像刚刚那个什么slate 因为如果有用过资料库 我想这个部分呢 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这个是一个 SQL的标准语法 也就是说无论是 哪一种资料库 都是 共通的 这个就是 共通的那个资料库的 语言 这部分就是seq 那slate的部分 我想 刚刚同学 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 这个地方 slate的后面加的 就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 你可以给他一个star star实际上指 就是所有的栏位 可能里面有10个栏位 10个栏位的资料 通通回来 但是如果我今天只要一个栏位 就地址的话 那就slate的地址 那个slate后面是指的是什么 栏位名称 因为刚刚同学好像 因为栏位名称好像有的 有刮符 函数 或者有什么所以一找没有这个东西 那就会有跳出错误出来 然后面的话 from后面的话就是一个 资料表的名称 要特别之后 有同学叫地址1地址2 那你 这个地方是写地址 你就要用 你就把它改一下 叫地址1地址2就好了 后面的话有个 会有词句 会有这里常用 筛选条件 如果你的会有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地址里面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这边的资料里面有哪一些是驻中校东路的 那我想要把中校东路的资料搬 找回来 可不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啊 那中校东路里面的人我想要把它放在 我的 栏位 比如我的新的工作表的哪一个工作表 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后面加在那个会有词句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把它写到哪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 Range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你也可以指向 一个什么呢 新的工作表 这个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再 add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再把资料放过去 或者你slate哪个工作表 再把资料放上去 这个部分呢 请参考前面 那比如说呢 我们再加一个那个 加一个这个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资料 假设我今天呢 加个shits2好了 然后我希望把资料 slate中校东路的 资料把它放过来的话 那程式要怎么修改呢 其实也是差不多 的方法 就是第1个 我先把 我们刚刚那个程式 放过来 然后稍微修改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前面都一样 然后 这里 后面会有加一个 所有东西呢 把它写到 比如说我写到A1 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放A1 那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 会有 就是一个 会有哪一个栏位 那我要针对呢 那个那个 地址的这个栏位 所以这个地址指的是 栏位 那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做全文检索 模糊 就是全文检索 是关键字的话 那记得 文字字串的话呢 就是你那个栏位 是文字 文字的话 就用like like呢 那如果万用资源 比如说中间有包含什么呢 中校东路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有个规则 就是 因为呢 本来里面应该是用 双引号 表示字串 可是双引号 已经被用掉了 所以呢 这里 我们就